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片來講一下無花果餅乾的初步分析 先來上一個懶人包 這個角色跟千層酥餅乾一樣 非常吃等級 有愛要練的玩家就拚到50等以上 不然的話就不要練他 再來無花果的號角是40天的長期任務 所以各位玩家就可以先把星數練起來 再來考慮做投資 首先我們先從配對來說起 無花果餅乾他是一個支援型的角色 但目前他是站在前排的支援角 體質也沒有特別優異 位置是站在突襲跟坦的後面 然後是在輸出的前面 所以單就放招的順序來說 可能會跟現有的隊伍有些不同 導致會有連貫的問題 需要來看一下未來的陣容搭配 接下來講一下技能 是可以把敵人擊退 但效果是類似草莓可麗餅的推人 突破看起來是沒有斷招的效果 再來講一下技能的效果 造成範圍傷害並讓敵方的攻擊力減少 這個減少的效果也是可以連帶降低治療 搭配冷卻配料可以拚常速的減少攻擊力效果 自由戰來說也是有差距的 特別注意的地方是這個技能算是減易的效果 若敵方有藥草這隻角色 放鬆的瞬間是能解除減少攻擊力這個狀態 這個就需要注意一下隊伍的搭配 幾個時政下來等級高的場次 若對方補師是香草 那扣除攻擊力的效益是有感的 但因為自己本身的隊伍上面也佔了一個角色的格子 配陣上面也是針對敵方的減易效果 而非像性能果 或者像石榴 這種針對我方真意的 所以會讓人感覺比較無感 使用度上就不是這麼優先建議培養 反而是幾個主流的角色先搭配起來 再來考慮這隻角色來做隊伍調整喔 簡單的分析影片就到這邊 之後如果有心得想法 會再來更新無花果相關的心得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 下部影片見 掰掰